《徵任權案》 《徵任權案》 從審 昨天陪審團退庭商議一段很長的時間 最後就沒有辦法達成這個大比數的一個決定 究竟是蔡蔭權 在這個行政長官收受利益的這個案件裡面是有罪 還是沒有罪 最後就是法官宣佈解散陪審團 究竟蔡蔭權的命運如何呢 要到下個星期一 再處理 究竟他會不會有第三次重審的情況呢 不知道 有不同的法律觀點 有不同的說法 一般的說法 都不會的 因為對那個被告就很不公平 你已經審完一次不能達至一個大比數的決定有罪沒有罪 已經再重審 重審也是折騰了一段長的時間又是這樣的話如果有第3第4第5次 如果這樣的情況下就會沒完沒了 在一般的情況下也不會 但也有沒有例外呢 是有例外的 有些法律界的觀點 就說 是有機會 是會再重審的 因為 這個被告 那個身份是比較特殊 會不會因為這樣的原因 是會令到他 對這個社會有一個示範的作用 所以就要找陪審團出來搞清楚 重審之後再搞清楚他真的有罪 還是 真的沒有罪 究竟是誰去決定他重審不重審的呢其實就是 控方 控方是誰呢 控方當然是律政司 例如張達明的說法 這個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的說法 控方是會視乎證據等方面研究是不是需要申請重審 但相信即使控方提出申請 辯方是必然會反對的 那麼屆時法官就要聽取 雙方陳詞在座決定 即是說 控方可以申請重審 辯方可以反對 最後的決定權 都在法官那裏 根據基本的法律的原則除非有特別的情況 否則是不會再重審 不會有第三次 如果控方不再申請重審 事情就會告一段落 亦都有不同的法律的觀點 因為 因為 曾蔭權的身份比較特殊 所以 可能控方 是有機會會申請重審 我剛才說過 是不是要給社會一個清晰的看法 究竟曾蔭權 作為一個行政長官 收受利益 真的是 沒事 沒有罪 還是 真的有罪 現在那個陪審團 得不到那個大比數的決定 8個人 一個被DQ了 去不了這個6比2 最少是6比2 然後是7比1 或者是8比0 去不了6比2的話 現在 出現這個所謂的交著狀態 當然是多少比多少 外面的人是不知道 外面的人是不知道 但是 在那個 陪審團對庭商議的過程 裡面其實他要起碼有兩次要求法官 說 我們 意見紛紛得很厲害不如解散 但是官也是堅持 他們談到最後 然後呢 得出這個結果 他會不會有第3次重審 我剛才說過 主動權利在控方 在律政司 律政司 在大家知道這件案在689 在任的時候 袁國強 這個負責的律政司 是律政司司長 提出對責任權 作出檢控 很多人說這是一個政治的檢控 多過一個刑事檢控 稍後可以詳細分析 這次 那個主動權又在律政司那裏 又在袁國強的手裏面 不過特首就換了 換了林鄭月娥 那麼林鄭月娥和曾蔭權的關係大家知道 一路大家都是AO上來 在政府裏面共事那段很長的時間 那麼究竟 林鄭月娥 袁國強 這個組合會對曾蔭權 會怎樣呢 那麼這個就 很清楚 最後曾蔭權的命運 是擺在這兩個人的手裏面 究竟 袁國強 會 重輕發落 還是手起刀落 林鄭會不會在這個問題上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還是好像以前 那樣說 林鄭月娥的檢控權是獨立的 我是不會干預的 還是什麼原因呢 星期一 星期一 就會有分曉 但我想重點說 解釋一下曾蔭權 為什麼他的命運 他的命運會這麼坎坷呢 他的真正的原因在哪裡呢 我認為呢 和他那個 個人的性格 出身背景 是完全有關係 個人的性格就很簡單 曾蔭權是這個 推銷完出身 他爸爸是做警察的 大家知道 不會有一個很豐富的生活 所以呢 他對這些 這個物質上的事情是看得非常之近的 他做不同的職位的時候也有很多風傳 就說 他對他 應得的一些福利 他是非常著緊 他是要爭取到底那種人 雖然 他一路上去做AO的人工也不低 所以 有人說他 你貪小便宜 確實都可能是 這是他的性格 亦都是他 今次的事件裏面一個很致命的 原因 但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不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深層原因 其實跟他出身背景有關 他是港英培養出來的 AO 在政府官員裏面的精英 一路上來 封了著士 只是著士這個鹹 阿sir這個鹹 其實 都被人 覺得 那個感覺就是 他的精神 那個忠誠度 他的忠誠度 是受到懷疑 這一點 是 人所共見的事 好不容易你看一下等到董 腳痛下台 大家記得 還是吹著口哨 去這個政府總部 接這個消息 你覺得他有個感覺就是 這次我成功了 想不發都很難 會覺得 等了那麼久有機會做香港 最高的權力的擁有者 他那種 起形於色 在他的面上 發揮了出來 這個其實在中國官場 他那種 不夠謙卑 在權力面前不夠謙卑 其實 這是犯了一個大忌 我剛才說過 他講英培養出來的精英 有著士涵 忠誠度 是受到很大的懷疑 其實 讓你做特首 雙人自說不行 試試公務員自說又行不行 因為他的出身背景 在大陸 的人物的關係 簡單地說 跟董建華比較 董建華是有保家的 而且在內地也有不同的人物的關係 周蔭權 周蔭權很明顯 是沒有保家的 誰照他 這是一個 在周蔭權任內的 其實是很難解決 或者是面對最大的困難 他在內地是沒有人物關係 誰 誓死去照他有什麼事 拍了心口都保證沒有問題 似乎他是沒有 這個人選 在大陸的官場 更加嚴重的是什麼 大家還記得 初頭我們都不知道 就是他這件案 他這件案 審潔有另一宗案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被判 罪名成立20個月的監禁 他現在是保釋出外 等著上訴 在這件案審潔的時候 在判刑之前有很多人 很多人 寫信跟他求情 包括 王仁龍 任內的 律政司司長 透露了一些 外面不太知道的機密 就是說 在 當年的政改的時候 這個超級區議會的政改的時候 民主黨突然之間提出來 然後呢 曾蔭權他們就說要接納 向中央推薦 最後在立法會裡面 得到民主黨的支持 通過了 原來中間有一個 是都幾 我認為都幾 令人覺得比較詫異的一個一個事件 出現了就是 那幾個負責政改的 包括這個 曾蔭權包括 黃仁龍包括這個 唐英年 曾經提出過 就說 希望中央接納這個方案 首先要將這個方案 如果立法會 不能夠通過 中央最後都不接納的話 他們就會 辭職這個 辭職這個說法 其實就反映到 這個香港仔 這個在港英培養出來的香港仔 是犯了 他不知道是犯了 中國共產黨官場 最大的忌諱 是什麼 你是不可以辭職的 你辭職這個說法 在中國官場裡面來講 在最高權力的擁有者來講 是等於要脅 以辭職來 用來要脅中央 就反映到你的忠誠 出了很大的問題 不辭職 中央委任你的 中央任命你 只是中央可以撤換你 就像撤換 董建華 你不可以自機 自把自為 去辭職 大家記不記得 六四期間或者六四之後 趙紫陽提出 辭去中共總書記的職位 他的罪名 就是分裂黨 然後 圈禁 軟禁 直到死為止 這個就是 中共的 紀律 就是說 在中共的權力結構裡面 你 做什麼為止 不是你作主 你做 一說不做 你是由不得理的 曾蔭權 亦都是 在這個中共架構裡面 同樣 同樣有個這樣的 這個這樣的性質 所以 你不可以用辭職來雙要脅 要 中央接受什麼 或者不接受什麼 在甘情之下 他提出辭職 當時我認為已經是決定了曾蔭權 今天的命運 就是說 你不是一個 百分之二百 忠誠的 特別行政區的 行政長官 而且我剛才說過 他沒有補價 在梁振英的任內 捉到你的痛腳 大家知道這件事 在媒體爆出來的時候大家都會覺得有點詫異 怎知道 不是有權力的人有勢力的人 將資料爆出來 又怎會揭發到這件事 而且 因為你沒有補價 所以 就會令到 就是 表面的證據成立 立案去查理 那就容易很多 你相對於 六八九 那件案 那件事 五千萬UGL 這個利益的事件 大家記起來 是嚴重過 曾蔭權這件事 何止千倍何止萬倍 為何到今天 仍然是相安無事 很明顯 他跟蔭權不同的地方 就是 因為傳聞他是共產黨員 地下 而且 他在北京可能的人物關係 比這個 香港仔 多很多 廣很多 亦都強很多 因此之故 六八九到今天 相安無事 還升任 國家領導人 政協副主席 為一帶一路 為這個 這個大灣區 出盡力 但是曾蔭權 面對另一場的考驗 就是下星期一 會不會在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這二十個月的刑罰 之外之上 還要加監 這個 不知道 他已經說過 命運 是在 袁國強手裏 命運 是在 六 七七七 林鄭的手裏 日子 原來去年十月開始 這個channel 深夕口快 這個channel 就已經是放了上youtube 到現在 不驚不覺 一年 一周年 我在這裏 衷心感謝我們各位觀眾聽眾對我的支持 大約三個月之前我在這裏呼籲大家 有個月定的計劃 用實質支持我 我這樣 反應是良好的 亦都反映到香港的市民 甚至是 本來是香港人 移居到世界各地的人 香港市民 其實都仍然是深 深係香港 他們在海外 都是 很支持我 亦都是恆常地去上去這個channel那裏 看我對香港的一些時事的分析 當然有了大家的實質支持 我就繼續做下去的動力 大了很多 這個支持我希望不會間斷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我 有很多方法 就包括 用一個月定計劃 你去這個網址 這個是我的blog 你去到 用網絡版就看到 用PayPal的月定方法 你說我不想月定 我想一次過 你用PayPal 是可以 一次過這樣 是通過這個PayPal 去支持我 這個方法 亦都可以 另外當然你都可以入我的銀行戶口 將 支票也好 其他的方式入銀行戶口 我都是相當歡迎的 如果你想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 你可以通過Facebook來PM我 還有一個方法 很多人都這樣做的 就是 寫滑線支票 抬頭寫我的中文或者英文名 寄去 以下這個地址 我都會收到的 我在這裡就希望大家 一年了 繼續支持我 希望我也都有一個動力 繼續 做這個深藉口快的channel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環境 香港的形勢 香港的言論自由 其實是 越來越 惡劣的 我是 盡我少許的勉力 希望 在香港 仍然留在香港 或者是移居了海外的 香港人 對於香港的情況 是 有一個不同的 了解和分析的角度 希望大家可以 通過不同的角度 令到自己的頭腦清醒一點 然後做一個 明智的決定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 多謝大家